那么今天和队友来打海岸线 这局还是双人无头鬼跑道 巧子是这次的复活点竟然和上期视频是一样的 都是村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那么开局我们直接选择扎耐力针 直接往西楼冲 走起 但是这次去西楼的路上 并没有像上期一样一切顺利 我和小飞机刚到西楼破洞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波遭遇战 结果可想而知 小飞机英勇白给 但是不要慌 其实刚才队友倒下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想法 这边怎么不停 直接选择去301蹲他 我赌他绝对会来 提前到达301之后呢 本来是准备两个人 一个人蹲花瓶 一个人蹲房间 双剑合臂刀人的 但是呢 现在队友嗝屁了 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种战术 就是叙利亚自爆兵 没错 直接打开301左边的第一扇门 捏住摔炮 我就他喵的准备 在这个厕所里跟他同归于尽 反正我就躲在这个厕所里 只要他来搜我 我就一颗雷过去 送他上西天 要是不来搜我的话 直接去开门 那也得上西天 好 想法成立 开始实践 现在呢 只要等他过来就好了 他开门的时候 你这位置来不及了 不 不 我就 我就 我就开这门 他要进来搜我 我就我往他妈 我对面柜子上炸 必换一个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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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东西 撿东西快 撿东西 你的甲蛋挂扔了 23的甲不够我用 23也比你这个能扛 背不动 背不动 杀我队友 必须让你付出血的代价 把自己的扔吗 不行 怎么也比你那个能扛 不不不 他这个护甲计算是 你不要不要那样想 护甲计算不对 你想多了你 你这个一碰就睡 你这人家 特别是遇到穿甲 跟穿甲戴上一碰就睡